现年74岁的华为创办人任正非 即使有钱有名有力 前后有三任太太 最后一个还是嫩妻 可是有什么用 74岁了 女儿孟晚舟 她的继承人在加拿大被抓 虽然暂时获得保释 但还未获得全部自由 有报道最近披露案件关键证据 指孟晚舟案件前景不明朗 为排除被引渡美国受审的疑虑 即使孟晚舟穷尽手段打官司 在中国美国加拿大上演三国演议 短时间内 孟晚舟难获自由 香港南华早报报道 在孟晚舟保释聆讯上 代表美国政府的加拿大检察官 出示了加国警方抓捕孟晚舟的关键证据 孟晚舟2013年8月向汇丰银行 HSBC 高管解释华为与香港公司 天通科技 Skycom 关系的幻灯片 孟晚舟在片中将华为与天通科技的关系 描述为合作关系 但美国检方指控说 这两家公司的真实关系 是天通科技完全受华为的控制 天通科技在伊朗 是以华为子公司的身份在运作 为了继续通过包括汇丰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 把大笔的资金从伊朗和其他受制裁的国家转移出来 孟晚舟和华为不断就他们与天通科技的关系撒谎 而这些运作所涉及的金额高达数亿美元 孟晚舟的律师在法庭上辩称 当初这些幻灯片是华为公司的律师准备 但加拿大检方认为 从美方得到的孟晚舟和汇丰银行高管的会议的现场记录看出 孟晚舟总是以第一人称在进行描述 显示她个人了解所有详情 孟晚舟之所以被捕 美方指控孟欺诈美国银行 英文与伊朗交易的星通公司 是为华为所控制的事实 导致美国银行因与华为进行金融交易 而触犯美国的伊朗制裁令 孟晚舟最终在12月11日 以价值千万加元的保时金 担保金和24小时监控等16个条件获得保时 正面临美方的引渡审判 曾接手多国引渡案的温哥华资深律师分析 加拿大司法部会决定是否批准美国请求执行引渡 司法部长做出相关决定的首要考虑的因素 就是孟氏的涉案行为 在加拿大是否同样构成犯罪 是否构成可判两年以上刑期的犯罪 加拿大还会综合考虑 引渡请求国提供的证据 以及被引渡者是否能获得公正人道待遇等因素 来决定是否批准引渡请求 如加拿大司法部拒绝美国的引渡请求 孟晚舟将在加拿大重获人身自由 但仍可能在他国背败 被美方要求引渡 如加拿大司法部长批准引渡 被引渡者不提出上诉 孟在数月内便可被引渡到美国 如孟晚舟穷尽上诉手段 尽全力反抗 那么整个引渡的过程可能会拖好几年 不过 孟案的前景不明 保持聆讯中 加拿大检方律师曾指出 美方所控孟晚舟的犯罪行为 在加拿大法律中也等同于欺诈 Fraud 加拿大与其他国家签署的引渡条约为双边互惠 若加拿大单方不遵守条约 拒绝逮捕逮捕孟晚舟 便需承担对方国同样违约 拒绝帮助加拿大逮捕加国罪犯的风险 因此 孟晚舟可能在捷南逃 此外 近日网路上流传华蕾的客户名单 多是中共公安系统 政府机构 国企部门等 有大陆网民列举华为在过去多年以来 为中共政府干的四件大事 致华为今天遭遇此事 即被全球围剿 是帮助中共的报应